佩洛西准备访问台湾,这已经是当今世界最敏感的重大事件之一。 这件事之所以敏感,是因为它可能直接引发中美高烈度对抗。 其实这件事发展到现在,已经是中美两国大国一致和勇气的较量。 双方都已经在考虑用武力来控场。 美国多个安全领域的高官放狠话,号称要派航母战机为佩洛西护航,确保其成功访问台湾。 虽然五角大楼已经明确警告佩洛西,但佩洛西方面并未宣布放弃访台。 这就意味着他一直在为访台做技术准备。 其实这一切都是各方的试探,佩洛西在试探中国的底线,五角大楼也在试探中国的底线。 一旦有空子,他们就会钻过来让这一切变成现实。 换句话说,只要中国表态上,行动上不够强硬, 佩洛西就会在美国航母战机的护航下高调访问台湾,然后向全世界宣告。 美国领导人在中国的眼皮底下,在航母战机的护航下访问了台湾, 从而向世界证明,中国在美国强大军力面前害怕了。 接着他们就会引导自己的盟友效仿,从而不断将台湾问题国际化,不断推动新冷战格局的形成。 其实全世界都看着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博弈的结果。 我们不要认为美国国防部和拜登都警告了佩洛西,就认为佩洛西真的会支那而退。 恰恰相反,这个事情炒作的热度越高,参与炒作的各方力量越大,最终成型的可能性越高。 因为炒作热度越高,舆论热情越大,这是做成了加分越多,越有利于民主党的中期选举。 美国国防部的警告,拜登的警告,至少现阶段都未必是真心的,也不一定能阻止事情的发生。 真正可能让佩洛西放弃的只有中国的势力,这就是中方不断进行示警的根本原因。 到底会不会用军事手段?到底会不会采取军事行动? 当美国官员宣称,要航母战机护航之后,中国通过国防部向各方释放了明确信号。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,就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答记者问。 有记者提问,针对佩洛西计划访问台湾,有媒体称中方可能做出军事回应。 请问中国军队对此有何评论?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回应称,关于美中议长佩洛西计划访台时,中方此前多次表明了坚决反对的立场。 作为美国政府三号人物,佩洛西众议长如果访台,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 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严重破坏中美关系政治基础,必然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,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紧张升级。 中方要求美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不支持台独的承诺,不得安排佩洛西访台。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,中国军队绝不会做事不管,必将采取强有力措施,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,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 这个答问释放的信号非常明确,中国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,中国军队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。 只要佩洛西来,中国军队就必将采取有力措施,挫败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图谋。 那么这句话扔出来了,与美国高官宣称要航母战机护航就针锋相对了。 也就是说只要佩洛西胆敢访问台湾,中国就不惜于美国的航母,战机在第一岛连硬碰硬。 中美战机军舰在南海,在第一岛连附近经常你来我往地进行较量,但这些都是个例,规模非常小,你一招我一拾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。 只有2016年南海那次是真正的剑拔弩张。 但是这一次性质不同,一旦佩洛西访问台湾,这场较量的输赢政治筹码太大,所以中国必然严阵一旦。 当然美国方面如果一定决定这么干,那也是经过多方博弈权衡后的结果。 所以必然是一场硬碰硬的较量,是一次准战争的对抗,输赢将直接对地缘政治产生巨大影响。 在我看来,这对中国来说其实是一次机会,是一次中国让美国知难而退的机会。 是中国在与美国兵龙相见前,让美国明白中国军事实力的机会。 美国这个国家欺然怕硬,如果它发现军事上在第一岛链,它根本不是中国对手。 或者说一点战胜中国的把握都没有,它军事上就会超级谨慎,这不但战略上有利于中国,也更有利于台海和南海的稳定与平衡。 那么在第一岛链,中国应对美国吃力吗?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,足以在西太平洋面对美国是保持平衡乃至占据优势。 因此在第一岛链如今我们完全没有问题,无论我们的军舰数量、质量、战机的数量、质量、训练的水平, 还有我们的情报指挥系统,事实上都并不美国弱,而在第一岛链实际上中国是具备足够优势的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一定规模的对抗中国足以让美国知难而退,也足以在撕破脸的情况下,承载任何政治代价。 对中国来说,底牌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台湾,以中国现在的实力谁也挡不住。 而对美国来说,恐怕现在没有人敢决策,把第一岛链压到这次访问上。 美国现在没有人敢承担这个代价的政治责任。 说白了,在现阶段美国敢拉上日本和中国干一仗吗? 他们这个勇气,日本也没有。 但是中国则相反,中国之前一直比较保守的原因是从大局出发的,是考虑经济发展和地区和平。 如果美国已经彻底不考虑中方的关切了,那中国又怎么会在乎美国的关切呢? 既然不能和平发展经济了,那就转为战时经济好了,既然地区和平维持不住了,那就统一好了。 所以对中国来说,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和美国闹掰。 统一台湾打破第一岛链,原来地缘政治的形态。 对美国来说则相反,一旦用这种方式被中国打破地缘平衡,那丢的大概就是整个西太平洋了。 因为一旦日本、韩国认为,美国这个大哥不可靠,他们立刻会反过来。 因此美国还是想清楚比较好,到底是和中国就这么没有准备的独一把。 还是大家温和地等待时间博弈出来的结果。 对美国来说,用最剧烈的方式可能失去很多,用温和的方式可能会少一些。 但是美国需要明白的是,不能把中国这样的大国逼到动用武力。 否则后果并不是美国能够承受的。 中国的出手会直接让美国战略回旋空间大幅变小。 有些东西要打破,中国需要的恰恰就是契机。 中国并不想加速某些契机,但如果一定要来,中国一定会迎接挑战,用实力来说明一切。 台湾问题是中国最大的核心利益之一。 而美官方与台湾的互动,则是严重挑战了中美外交关系的原则底线。 这意味着双方在台海方面的敌意解农。 如果佩洛西真的窜台,问题的严重性将不言而喻。 如果此时或此后美舰机再来台湾周边挑衅,中国军方就肯定不会再那么客气了。 现在的中国军队已经不是南海撞击事件事后的军队,更不是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误炸时的军队。 已经有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。 而相比之下,目前的美军虽然实力依然强大,但也已经是无法不可一世的横冲直接的年代。 美国的政治家们可能对自己的军队非常自信,但美国军方高官们却对发动一场战争的难度和危险有直接的了解。 在白宫严重破坏了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,美军方一直强烈要求与中国军方保持密切的沟通,怕的就是擦枪走火。 而拜登一直用打国竞争而避免用对抗一词,更反复强调了要建立防疫外冲突的护栏,就是心虚不自信的表现。 重要的是除了日澳之外,美国其他盟友国家都拒绝与美国合作与华对抗。 美国这只只老虎,是不敢真的与中国不计代价硬碰硬的。 而我军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,以及民族尊严,是绝对的不会在美军面前退缩的。 何况我军的防区域介入拒止能力,已经是今非昔比了。 只要台海有异动,肯定是遇鬼杀鬼,遇管杀怪。 目前看来佩洛西要窜台,一方面是与拜登演双黄戏,是准备在未来可能的中美谈判中增加筹码。 另一方面也可能试试中期选拒前冒险遭事。 也或许这个老顽固的老太太,就是想制造轰动效应。